H7N9客核,港股九死一生 内地H7N9疫情有扩散迹象 华东地区新增确诊病例 国际方面,北韩军事局势又不稳 搞到港股昨日一开市,就跌到7个一皮 买单急写超过600点 跌穿22000点大关 10只股票,差不多有9只都要跌 市场担心,如果真的爆发疫情 旅游业一定没有运行 昨日一众航空股,就惨造水仓 但是医药股就做好 好像泰宁医药,曾经丧升17% 上海医药,一样亦市有得胜 我想,这两个失发汗和H7N9都是借口 这两个失去过来 琴流感其实发生过很多次 但是,我想这次最主要原因 市底本来已经很差 你看到这种猪股 最近利财产的那单身份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另一边商,日股就走势凌厉 多得日本央行再放水 每个月将会购买7万亿日元 大概5600多亿港元的债券 日股一度爆升500多点 在08年8月以来首次突破13000点 日元兑港元也终于跌穿八算 秀位日元跌,阿信屋昨天早上曾急升一成 买单还升近8%